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9号 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 习近平颁授七一勋章 第二 香港技协说 白色恐怖 无所不在 第三 余永定讲 中国经济还没有恢复到以前 那我们先说第1个 中共百年党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 就是颁授 七一勋章 6月29号上午在人民大护堂举行 习近平向29名中共党员 颁授 颁勋 并发表讲话 七一勋章是中共党内最高的荣誉 最高的荣誉勋章 也是一整套荣誉体系的其中一个环节 香港明报在今年3月份曾经报道说 习近平将会向江泽民和胡锦涛授勋 但是从发生的情况来看 没有发生 中共还设计了一个叫光荣在党50周年的纪念章 那么 理论上来说 江泽民跟胡锦涛也符合资格 不过我觉得好像不大靠谱 习近平在这个 在 七一勋章颁售仪式上发表讲话 他说 今天受到表彰的七一勋章 获得者 都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 在他们身上生动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的崇高精神 然后他说了一对话 他说着 他说 他没有行动证明 只要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奋斗意志 坚定恒心韧静 平常时间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每个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建功立业 今天又发明了一个词 顺口溜 这个文革遗风 喜欢发明顺口溜 叫平常时间看得出来 平常时刻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这个就是文化水平就不高了 豁出去 没有叫豁得出来的 叫豁得出去 他为了押韵 豁得出来 但是明显不符合 不合标准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这个明显是表达 表达得不准确 对 这个还是顺口溜 顺口溜当政 然后呢是7月1号 明天 明天7月1号登场 大型庆祝活动 那么新华社报道 说这个 7月1号上午开始 庆祝活动是 上午8点开始天安门广场 然后是习近平发表讲话 基本上是这样 7月1号上午8点 然后是地点是天安门广场 应该是数十万人参加 然后是习近平发表讲话 还有就是中央电视台和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华网 现场直播 然后就 人民日报是29号发表评论 说 为解决人类问题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就开始这个价值观输出了 文章说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懈奋斗的目标 并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现代面貌 这个倒是真的 中共是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现代面貌 但他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 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华民族复兴是什么 那还是中共党的旋利呀 他说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百年辉煌 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 让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这就是人民日报的评论 这里面有两点 我认为 就是说 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习近平一直在讲 讲两点 一直在 公共的 就是国际舞台上 表达两样东西 第1个 叫中国解决方案 第2个 叫全球治理 那么他通过这两个词汇 来表达 中共他的雄心壮志 这种雄心壮志其实 最终反映在哪里 最终反映在 战狼外交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29号的大型文艺演出 叫伟大的征途 有一些情况现在就 就露出来 暴露出来 一个是 原来他是提前那一天 本来呢 这个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是29号晚上 结果提前那一天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原来是29号 现在提前到28号 这是第1个 第2个 没有进行电视直播 这也是有点奇怪 这有点奇怪 会不会跟这个提前一天有关系 理论上不应该 一个花了这么多钱 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做出一个 做出一台演出 正好全国人民一起洗洗脑多好 弄个大盆 大家一起洗呗 结果 不进行这个电视直播 当然 录播也行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当天晚上出席的这个名单 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是七名政治局常委 加上那个副主席王岐山 这是一个 第2个 退休的领导人 退休领导人出席的有谁呢 李瑞环 贾庆林 张德江 于正生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贺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 来的10个 10个退休的领导人 缺席的有谁呢 其实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缺席的 缺席的是谁呢 江泽民 胡锦涛 朱镕基 温家宝 吴邦国 宋平 李兰青 罗干 这些大头都没来 来的是中间这个李瑞环啊这些 中间的这些人 那么朱镕基不出席 已经成了惯例 朱镕基基本上不出来 已经有小十年了 就是不出来 不出来是 是什么原因不好说 但是肯定是不出来的 他只是在那次阅兵出来的 就是 19年 19年阅兵是出来的 除了那次以外 其他都没出来 这是第1个 第2个 江泽民 江泽民看情况 主要 重要场合他来 但是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然后就是胡锦涛 胡锦涛也是 上次阅兵是出席了 那么温家宝 吴邦国 宋平就很少出来了 李兰青 罗干 都很少出来 这是第1个 还是这是1个 那么 提前 至于说提前是怎么说的呢 是北京日报报道 北京日报说这个 突然提前了一天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个 因故提前举行 他报道这个说什么呢 说这个交通安排 交通管制 大量的交通管制 没有讲那个什么原因 大家都在猜 猜来猜去 因为最近的这个北京天气不稳定 甚至还下过冰雹 有人就猜 可能是天气原因 那这场演出的这个保密程度很高 不知道为什么演出的保密程度要很高 有个说法 说是女演员宋佳 不知道是大宋佳还是小宋佳 因为参加演出消失了20天 白天手机没收 晚上才可以拿着手机悄悄上微博 那么毫无疑问 这场演出是当今中国 最奢华的一场演出 那么用了最好的舞台技术和演出设备 充分体现了 这个文革美学 我昨天说文革美学有网友是受不了 说这还美吗 美学并不是讲他很美 是一种审美标准 什么叫审美标准 就是 他会有一个取向 审美的取向 文革美学呢 我总结了一下有几点 第一 当然是红色了 你看上去 哇 红彤彤一塌片 祖国山河一片红 但是不能只有红色 只有红色那就上块红布就完 他除了红色以外 还有黄色 中共党旗 中国国旗都是 红加黄 红加黄是什么 番茄炒蛋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第1个 红色为特征 然后再加上黄色 基本上是 你看上去基本上就是番茄炒蛋 这是第1个 第2个 符号画 符号画就是 强调特征 强调特征 强调造型 他在舞台上 不强调过程 不强调整个演出的过程 强调造型 强调这个造型的过程当中 异于干什么 异于拍照 这是第2个 第3个 主题单一 一条直线 他不会有很多副线 整个演出 不穿插 从头到尾 这个猪筒刀豆子 一口气倒出来 然后是第第4个 群体效应 他就用很多 很多这个 很多人用群体效应 他不突出个人 上来都是群舞各种 各种造型都是组合式的 叫群体效应 用来干什么呢 烘托气氛 然后就是场面 第5个就是场面要大 这有点像 这就基本上是跟纳粹学的 纳粹很 很善于玩这种大场面 形成这种震撼效果 然后他就有什么呢 这里面充满了什么动作呢 拳头 拳头 口号 用拳头 然后有刀 有枪 有旗帜 还有什么 还有人海 就用力量 形成这种力量感 就是文革美学 那么虽然这个党庆如火如荼 但是中共 很多事情都没有闲着 中共中央派出一个 派出了多少 派出了25个督察组 中共中央派出来 25个督察组 进驻31个省 121个单位 展开什么呢 展开指导 指导干什么 当时学习 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强调和重视什么 非常重视什么 洗脑 所以 洗脑其实是中共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手段 然后到了 从5月26号 5月26号开了一个 这个指导组 叫中央指导组 中央指导组开一个培训会议 培训这个指导组 然后到了6月中旬 这指导组已经下到31个省 还有121个部门 就是中央机关 和31个省全部都已经进驻了 然后呢 就开始进行督导 检查 检查各个省 各个中央机关 你们学党史学的怎么样 举一个例子 他说这个第一指导组 历时12天 完成了对4个省市 省市区的第1轮督导工作 每到一个地方和当地的一把手沟通 听取情况介绍 听汇报 就各个地方 你想中央来的人 这个各个地方就是汇报工作 还抽查 抽查省职机关 80名处级干部 逐一访谈 分组逐一访谈 你可以见 可见中共对这件事情多么重视 所以你看 中共抓什么东西呢 中共抓的全是这些东西 能治国吗 当然不能治国 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对党的控制 对党员的控制 对高级干部的控制 控制什么 控制思想 把它全部拢到哪里来 拢到习近平这来 因为你要知道 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的版本 是习近平的版本 习近平的版本里面突出 突出是习近平 所以 我经常讲 中共 治国理政 零分 但是他抓权很厉害 非常善于抓权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通过这些动作 第二指导组 副联系单位调研14次 专门参加中央 和国家机关青年学习 经验交流会 听取11名青年干部 收获和体会 他就去 去抓这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到 中共他的关注点是什么 他的关注点其实核心是 核心是抓人 他不是办事 好 我们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讲这个第2个主题 季协说 白色恐怖无所不在 然后这个港人踏上移民路 那么上一周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开 第3 然后立场新闻 因应国安法 暂时下架大量的 评论文章 最新发生的是网络媒体 win and mad 然后决定撤出香港 撤出香港 然后是这个852邮报决定下架所有发表过的视频节目 香港这期28号针对连日来媒体受到国安法冲击的事件 发表声明 声明说这些现象反映了香港的白色恐怖已经无处不在 声明指出 港府指以维新论证的意图去解释媒体工作者的行为是否违法 这样的处理方式难以令新闻业 信服 记协重申 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 一切自由之母 新闻自由 也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当言论自由一再被侵蚀 香港再难被称为 称作为 文明城市 继续呼吁 在媒体业的 艰困时刻 各同业应团结一致 相互扶持 捍卫免于恐惧的 新闻自由 然后2010年开始运营的这个 网络媒体叫Win and Mac 28号发布公告 说苹果日报被关闭 立场新闻做出调整等一系列事件显示 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 已经不是大家熟悉的样子 而他们近年来转型成为综合性的媒体之后 也经常受到不知名的威胁 和骚扰所以 考虑过之后 开始 办理这个撤离香港的手续 目前已经完成 资金也撤离香港 按着政府的要求注销 商业注册并提供海外办事处的资料 这个Win and Mac 在公告中表示 目前资金 只可以支持两到三个月的影运 所以 创办人会再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 另外 香港电台继续整治 其中两个节目 一个叫4点31 一个叫午夜讲场 被终止 午夜讲场 4点31 29号 已经不再出现在29号的节目表中 就没有公告 说这个节目要停 但是 所有的媒体都说 29号是4点31的最后一集 星期二已经是最后一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午夜讲场 午夜讲场的 这个嘉宾主持人是梁 梁启志 梁启志28号在脸书上说已经收到通知说 29号不用去港台录影了 因为节目要终止 然后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 表示 午夜讲场被终止 代表 香港电台已经容不下 文学 哲学 和历史有关的学术讨论节目 形同是思想有罪 另外香港电台还有个节目叫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人是欧嘉伦 欧嘉伦是很资深的这个电视人 他在节目中说收到港台通知 这是他最后一期 最后一晚的节目主持 他向观众道别 欧嘉伦后来说 他说 这个作为这个公共媒体 香港电台一手摧毁了 这个香港电台这个本身的品牌 非常令人伤感 那么在国安法之下 香港的媒体的生态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 一去不复返 这是一个 香港如果要成为金融中心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是什么 资讯自由 叫资讯自由流通 资讯自由流通 金融行业非常重要的就是资讯流通 大家知道 市场靠什么去 建立他的交易 靠的是资讯 你知道 这个经济好了 利息上升 市场就开始调整 资讯流通非常关键 当新闻自由不再存在的时候 那么香港的金融中心 这个脚就缺掉了 缺掉了 那么国安法之下 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和抗争者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那么另外 一些担心香港政局的香港人 也开始纷纷移民 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国际机场离近大唐 人潮汹涌 那么前往英国航班的登机柜台 队伍越来越长 香港民意研究中心 今年三月份 做了一个民调 香港有21%的受访者表示 将计划 已经计划永久离开香港 21% 差不多是什么呢 差不多五个人就一个人想走 那么按照香港总人口750万来计算 那么香港想移民的人将会超过150万 而且 准备移民海外的这些香港人 大多是 香港的中产 中产阶层 那么德国之声就整理出各个国家推出的一个 这个救生艇计划 我大致上说一下 因为 一个是英国 英国的救生艇计划就是 BNO 针对 BNO全称叫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那么推出这个5加1的签证计划 今年1月31号开始 那么持有BNO护照的香港人 可以全家去英国生活 读书或者工作五年 然后就可以申请这个永久居留权 五年之后申请永久居留权 再过一年就会入籍英国 入籍英国就换护照 换成英国护照 等于就是英国公民了 那么英国政府今年5月份说 说收到了多少申请 34000份申请 那么超出了来自欧盟的申请 那么这些申请当中 有2万是个人 另外1万4是受养人 受养人就是家庭团聚的这种 那么英国估计符合资格的香港人 就是BNO可以申请 有资格申请BNO护照 的香港人是290万 加上直系亲属 应该达到520万 那么未来五年将有25到32万BNO香港人移民英国 那么美国银行估计 英国 香港移居英国会在2021年 就是今年 引发 36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这是 我相信香港人移民会对香港的金融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这不是个小数目 150万不是个小数目 那么这是一个是英国 最受欢迎的香港 香港移民的 国家 一个是英国 还有一个是加拿大 加拿大就去年11月 因应这个国安法宣布救生艇计划 那么今年6月又进一步放宽措施 两类 第一类 升级者过去三年在加拿大认可的大学或者的大专学院 获得学位文凭或者是证书 那么并在修读课程时不少于半时间身处加拿大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升级者过去三年在加拿大全职工作至少一年 或者是拥有最少 1560个小时的兼职的工作经验 这非常的宽松了 那么这是史上最简单的移民方案 那么新的措施将于6月1号生效 那么 到2026年8月31号为止 那么另外加拿大还接受这个政治庇护 那么已经接获了 49名 这个难民申请 那么先后 今年1月份 先后有14名港人获得政治庇护 正在申请永久居留权 就是 封业卡 那么第3就是澳洲 澳洲呢 就会延长香港人的签证 那么 澳洲是去年的7月份 公布了 这个多项 和香港人有关的签证政策 包括延长香港毕业生 或者临时技术签证5年时间 只要你在那读书 或者你人已经在这个澳洲 直接把你的签证延长5年 还通过 通过这个优财和商业创新投资移民吸引香港人才 这是澳洲 美国 美国本来有两个法案 一个叫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 还有一个是香港避风港法案 这两个法案呢 就因为 因为担心这个中国间谍渗透 所以就没有过 没有过 今年2月份 是去年 今年2月份又开始 又开始提香港 避风港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如果过了的话呢 那么香港的这个庇护申请会得到优先 优先处理 那么不受难民人数的限制 这是美国 德国 德国基本上目前的没有推出任何的救生艇计划 但是 德国的难民政策比较完善 已经有一些成功案例 比如说这个黄台雅 和李东升 两个人因为这个2016年的望角冲突 就2017年去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马上就批了 然后就台湾 台湾呢就 去年香港 香港人移民台湾达到了多少人 一万两千人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那么现在的台湾就开始逐步的收紧 收紧移民台湾的 主要是永久居留权的收紧 就是长期居留的这个程序 更加 门槛提高一些 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 这个考虑到那个 中共的渗透的问题 这就是台湾的情况 大体上是这样 目前 香港移民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选择比较多 另外呢就是 这几个主要的国家 包括加拿大 包括英国 包括 包括德国 美国 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好 我们开始讲第3个主题 第3个主题是余永定 为什么要讲余永定 余永定不太聪明 但是他很有分量 所以我讲讲他的看法 他是中国社会院的学部委员 那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现在中国很多时候都 提 潜在 经济增长率 什么潜在经济增长率 就是 所有的 就是现有的条件 假如现有的条件 以现有的这个经济各个环节的条件 不受 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他最大的效率是多少 叫潜在经济增长率 那么是余永定提出来 在26号在这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说 他说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远远没有达到需要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阶段 而且不仅如此 他提议下半年要推出 更加扩张性的财政 或者是货币政策 让这个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的水平 当然他的意思就是 目前中国经济 远没有恢复到 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也就是2019年的水平 那么他说 他说截止目前中国经济增长 增长动力结构性欠佳 结构性欠佳 离真正的常态化经济增长还相当遥远 他这个调子和中国官方的整体调子不一样 中国官方的调子从去年年底开始 中国一直在讲中国经济 已经呈现恢复的状态 意思就是已经恢复了 但是他的这个调子你可以看到就是 离真正的常态化经济增长 还相当遥远 这个调子完全不同 他举例举两个例子 第1个 他说所谓报复性消费反弹 说了一年多 到现在没有到来 这是第1个 第2个 另外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也没有出现 期望的这个强劲反弹 现在呢 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最重要的积极作用就是出口的强劲 增长 这基本上符合 符合真实的情况 他说他的团队 对中国第4季度的增速的预测是5.5% 那么 比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 低了0.5个百分点 他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使增长速度达到 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积极 相反是收紧 他说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 对通货膨胀十分敏感 那么CPI上涨就很不安 但是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过去十几年中 CPI和PPI增速太低 以PPI为标准 中国过去 相当长的时间是处于这个通货紧缩的状态 他说PPI 导致CPI上涨 使中国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 和必然结果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不应该害怕 应该欢迎 这是他的观点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他没有讲 他只讲了一个希望 但是没有讲一个原因 为什么中国的CPI上不去 虽然中国现在CPI是有点动 但是并没有跟PPI涨得那么快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需求不足 原因就是因为需求不足 所以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的形态是呈现的是什么 消费不行 投资不行 出口不错 但出口不错 下半年是有问题 因为其他地方开始恢复 但是中国又突然出现 比如说广东 广东又出现疫情一疯 掩天港麻烦了 就类似这种情况 所以下半年中国出口会下降 那么现在 余永定跑出来讲 不要怕通货膨胀 继续 大水漫灌 这是他基本上的态度 这种态度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不觉得现在 中国政府有能力推出更多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 为什么 因为 积极的财政政策用了多长时间 至少用了十几年 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借的钱太多了 那你怎么办 你不能假装不还吧 对不对 所以你单纯的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 你要看一下地方政府有没有钱呀 而且 你现在经济形势是个这个样子 你财政政策能帮多少 投资 基建投资 基建投资 到头了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三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谢谢 提问 我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名律师 今天一个带领原告胜诉的案件结案 去浦东新区法院申请退送费 在以往的情况下 原告胜诉都可以直接申请从法院 退回诉讼费 区域财政局会直接将该笔诉讼费退到 原告的银行卡 但是今天法官助理告诉我 从6月份开始 原告胜诉后不能直接申请 退诉讼费 要等法院从败诉的被告人身上 执行到 应该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费之后 才能将 退费发放给原告 请问王老师 这是否 说明地方财政开始枯竭 是的 是的 你可以看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地方政府的财政正在枯竭 刚才余永定还想要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觉得积极的财政政策 没有条件 情况 今天去更新过期的护照 被告知疫情期间没特殊情况 不允许办理护照 需要提交出国派遣 上交审核通过 才可以办理 这个知道的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国民党跟CCP 不应该是不共戴天吗 怎么现在成了CCP铸台办公室 CCP外部环境持续恶化 中华民国也没有可能取代CCP 恢复常任理事国 后面这个是有点远吧 中华民国先跟主要的国家 先建立外交关系吧 要被人承认才行 中华民国先要获得大部分国家的承认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考虑 其他的事情 你说呢 先考虑恢复 联合国的席位再说吧 常任理事国 我们目标有点高 这是第1个 第2个 国民党跟共产党是不是不共戴天 理论上打了这么多年仗 应该是不共戴天 但是现在怎么成了 铸台办公室 说来话长 两点吧 简单的两点 国民党需要共产党 为什么 如果他连 统派都没有人 都不支持的话 他现在就剩 国民党实际上剩下了什么 剩下了统派的支持 统派的支持 如果统派再不支持 他就完蛋了 那他现在需要拉住统派选民 统派 选民的支持 首先有一条 就是 他要在他自己身上 让这统派的选民 看到 他统派的诉求 那统派诉求 那跟谁谈 跟中共谈 还能跟谁谈 所以这才是 这是他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跟中共搞了搞虚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要 他要向 统派选民 表明他的 政治选择 和政治色彩 情况 今天太原理工大学一女生跳楼自杀 学校为了百年党庆 严密封锁消息 如入党积极分子发微博 微信马上 取消入党资格 OK 情况 广州疫情 闭环管理小区 公安要求安装反诈骗APP 和关注反诈骗微信公众号才能进小区 我的一个朋友拒绝安装 并强行进小区 被一个蓝皮警察抓住 强制安装后才能进小区 这是一个 我经常讲 什么叫 什么叫数字集权 数字集权的工具是什么 数字集权工具就是大家手里的手机 大家手里手机就是中共数字集权的工具 所以 很多人天天很骄傲 我们现在很方便啊 这个方便那个方便 所有的便利 都是数字集权工具的条件 提问 大陆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北上广深 甚至全国的房地产市场 会否出现大规模断供的情况 除非房价跌 房价要跌超过30% 才会出现大规模的断供 为什么 因为首付30% 首付30%的话 如果比如说我100万买的房子 现在外面的房价 跌到了60万 那我还供不供呢 我可能就不供了 为什么 因为 供下去的话 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资产已经变成了负资产 但是你在中国 这就又到了数字集权了 如果你断供的话 那你会很惨 为什么 第一 你这辈子永远再也不要借钱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可能会被这个列入这个 人民银行的这个黑名单 人民银行的这个黑名单 就意味着什么 不能买高铁 不能住酒店等等 你生不如死 所以你选衡一下 大规模断供 在数字集权的条件下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所以 断供会不会发生 你比如说 他突然失业了 他突然失业 他没办法断供的选择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我选择性的断供 我有钱 我上了班 我发现我这个资产变成负资产 我就断供 因为供下去实在划不来 而且看着房价还在跌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被迫断供 我没有工作 我供不起了 那是被迫的 另外一个就是选择性的断供 是恶意的 观点 坐标国内四线城市 2012年以前 一个参加工作近20年的派出所所长 月薪2000多一点 自从习上台之后 工资连续翻几倍 一个浦东民警 每个月从1600 涨到现在的8000多 而且每年发 13个月的工资 每个季度还有奖金 另外所有的公务员 教师以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普遍工资翻翻 所以说打工群体的工资也普遍上涨了一点 但是与吃黄粱的相比 差距过大 是不争的事实 涨这么多吗 这超出我的想象 我没有料到涨几倍的情况 我知道是在涨 我知道是在涨 但是 军队长 军队已经涨好几回了 军队长 军队现在待遇非常好 这是第1个 第2个 警察是在涨 而且警察不仅涨 警察在给这个 给这个 甚至辅警 辅警都给待遇 辅警是都让转正 就是警察的鞭子在扩鞭子 这是一个 教师有没有涨 公务员是 我没有听说公务员已经涨了好几倍 这个情况 比我想象的 这个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这样 还是某个个城市是这样 知道的网友给我们一些提示 好吗 情绪 香港言论自由已经被土共极权控制的触手吞噬 显然他们的控制欲不仅陷于墙内 观点 这届最大的问题是把风气带坏 现在一放资金就往房地产跑 这也是现在货币收紧的原因 现在人从银行贷到钱 就想赚快钱 不愿投实业 这不是风气 钱不会跟风气跑 钱跟什么跑 钱跟利润跑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资金往哪里跑 资金往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跑 那么不愿意投实业 肯定是因为投实业 不利 就是我们投资 比较性的选择 比较 这是资本市场 这是实业 对一个投资者来说 他一定是选择 回报率最高的行业 那 房地产 他觉得房地产 这不是风气 这是选择 资本的选择 情况 20年前 派出所所长工资最多不过600左右 习上台之后 军队工资上涨是最多的 工资没涨那么多 原来的奖金变成工资发出来 其实总额没那么大变化 工资还是比较低的 OK 情况 美国不制裁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 是因为他们在港府和中共面前也是弱者 他们冻结相关人员和公司的账户是被迫的 制裁他们并不能阻止中共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 反倒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花旗银行我不知道 汇丰银行很显然 他是在走钢丝 那政府要他做事情 政府有指令下来 他跟着指令走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会做一些动作保护他自己 比如说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 是政府要我干的等等 他显然是在走钢丝 但走钢丝不好走 为什么 两边压力都很大 美国这边压力很大 特区政府那边压力很大 所以做企业 我们经常讲 企业最大的风险就是政治风险 你从现在来看 汇丰银行面对的就是什么 就是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而且无解 就是你没办法脱身 为什么 一个商业机构 他是非常脆弱的 在政治上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他选择一个 哪怕是个微小的 纰漏都会带来 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 一个企业到一个地方去投资 他上来要看的是什么 上来就要看 政治风险 如果政治风险很大 虽然回报率很高 他都不去 原因是什么 他没办法脱身 情况 王老师好 家里有亲戚是国企员工 工资从12年到20年 基本上涨了三倍 OK 情况 西北三线城市 我妹妹事业单位 月工资一直是3000每个月 没涨过 所以可见还是有 地区差异 有些地方是这样 有些地方是那样 提问 昨天在公司门口选人大代表 纸上四选三 工作人员说勾选前三个就好 可这些人我都不认识 王先生你说过 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妥善处理 你就勾后面三个呗 或者只勾一个呗 他也拿你没办法 对吗 你的权利啊 你还给他看 你不给他看也行啊 对吗 情况 烟草电网的正式工 待遇比公务员还好 但是一般人没有关系进不去 大多数岗位都是世袭 内部消化 这就是中国 不躺平能行吗 烟草电网 什么税局啊 这都是 大家叫油水大的多门 观点 中国垃圾分类政策 让小区 强制建垃圾站 如果不建垃圾站 垃圾车就不拉走小区垃圾 小区垃圾堆积如山 凑去熏天 实行这个政策有什么意义 每个地方不一样吧 那肯定是他没有垃圾站 他不想建 让你自己小区建 理论上来说 不可能每个小区都建垃圾站 通常社区会有垃圾站 从各个小区收集来的垃圾 在垃圾站 短暂的停留 然后在汇聚之后再统一拉走 那你每个小区建垃圾站是不合理的 情况 坐标广州 身边有几个朋友 做 做多多送菜司机 今年年后开始做 到现在只拿到一个月的工资 现在仓库的车队已经跑路了 仓库的车队长 已经跑路了 几十个司机拿不到工资 情况 习上台以后 吃黄粮的工资涨得非常多 我父母是深圳高中老师 目前实收将近45万 不过他们还有三年就退休 基本是顶了 情况 上海这边体制内工资基本没涨过 上海的公务员或体制内基本工资多年来都比不上江泽 OK 情绪 听王老师去年的忠告 现在所有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 踏踏实实干好现有的工作 珍惜岗位 不火中取栗 吃饮保态 做好自己 心存希望 善待身边的人与识 非常对 谢谢你 非常对 我也是这么讲 事丰乱世 乱世呢 乱世有乱世的心态 首先要把心态调整 首先你要了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不能被洗脑洗得连环境是什么 第一 要了解现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中国情况是什么样的环境 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 社会上的 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要搞搞清楚 这是第1个 第2个 心态要调整 那原来 雄心壮志 我要干事情 我要干一番事业出来 这个时候心态要调整 这个时候不是干事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 还是持音保态 多看点书 多学习一些技能 多学习一些知识 技能为好 第2 第3个 在你所有的安排 把这两件事情调整过来之后 你很多事情都要调整 包括你的工作的态度 对现在工作 现在岗位的态度 有些人想创业 我去劝大家别创业 就是大概是这样 然后你的财务 你的这个银行的管理 银行资金的管理 原来你可能去炒股票啊 买房子啊 那么钱都拿去干这个 你现在可能手上得多握一些现金 还有一个 千万不要碰理财产品 千万不要碰理财产品和 基金 都不要碰 那个是 那个里面是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通常你不知道东西都不要碰 炒股票我建议也不要 今年就要保持这种心态 不要跳槽 不要跳槽 不要投资 不要创业 不要碰理财产品 不要碰基金 不要炒股票 买房子嘛 如果你没有的话买一套 无妨 但是 炒房地产这件事情 我就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去做 有人跑到你面前炫耀他的投资成果 你就 恭喜他 让他请你吃饭就好 不要跟着上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光看见贼吃肉 你还得看见贼还揍 你呢 就 我不能够帮助你发达 发财 但是呢 我可以提醒你 大家小心 把自己的 辛辛苦苦的挣着钱 守好就好 这个很重要 观点 坐标正州 从今年开始 交警开始对骑电动车不带头盔进行每次20元不等的罚款 人民的安全和利益从来不被政府放在考虑范围之内 现在他们就是因为财政恶化 开始连这些小钱都不放过 提问 王老师你好 像我这种没有被洗脑的零零后的学生 人在墙内 没有一个可以清心交谈的朋友 暂时也没有移民的能力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心里相当的矛盾 能给我一些矛盾 建议吗 为什么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呢 这跟你的洗脑没有关系 我觉得 一个人一定要有些朋友 交朋友是一个人生存的其中一个条件 那跟你是不是跟他有相同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立场 没有关系 你可以有很多层次的朋友 有酒肉朋友 有这个学习的朋友 有玩的朋友 有很多朋友 不要找借口 不要找理由 不要找借口 如果你没有朋友 跟这个墙内洗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是你的生活态度出了问题 好吗 一定要交朋友 人一定要有朋友 提问 王先生曾经说过 海外民运受爱国主义思想的绑架 在反送中运动找不准立场 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 同样找不准立场 希望王先生能提供一个思路 中印冲突 中印冲突我没有什么立场 没有什么立场 我们就看待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你说我去帮谁吗 我谁都不帮 我帮谁 你说呢 我们不必在每件事情上 去选边站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老大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可以有些事情 我们要有立场 我们可以表明立场 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表明立场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事情 我们不必每件事情都去表明立场 选边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的力量有限 你说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